曾被闺蜜害惨的五大明星,一个被毒坏嗓子,一个被骗788万,最后一个自杀的年43岁。 曾被闺蜜害惨的五大明星,一个被毒坏嗓子,一个被骗788万,最后一个自杀的年43岁。 一个礼拜三个庄,一个好看三个帮,人生在世却少不了朋友,没有朋友我们的人生将一片黑暗,但世人和事物都有两面性,我们在吸取他们好的一面时,也要学会避免被他们伤害。 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,还是湖南卫视主持一哥汪涵妻子,两人2010年结婚,2014年生下一个儿子。 然而今日有媒体报道,汪涵妻杨月月已被骗近800万元,贵支部老板郑靖遭立案调查,其名下及公司存款也被冻结。 而这个正经却是杨月月威蜜,据了解,2015年5月份,杨月月与正经集签订了出资振购协议,约定杨乐乐出资788万购买贵支部131.33333万股股份。 杨乐乐出资788万购买贵支部13.333万股股份。 188万元军被各种理由拒绝,顾杨乐乐速至法院。 曾是香港红极医师的唯一能和四大天王相提并论的歌星,首张专辑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,获得台湾排行榜冠军打百年之久。 然而后来被人吓要毒坏了嗓子,在乐坛消失很久,事业一落千丈,直到近年复出,但很难再翻身。 早前上音乐节目金曲老师,吴玉景宣布,这是最后一张唱片,唱完了,我就会离开了。 并在微博写下一段感伤的文字,失去的嗓音已经失去了,就像光音失去岂能再回。 而这个毒害他嗓子的人王杰自称是他的朋友,之所以不说出来,是不想的那个人,是想若不是王杰的朋友,谁还能靠近他下得了药呢? 王杰真的太善良了,或者说是个烂好人,这样的人就该被揭发出来,被绳之以法,否则他还会害别人。 小品女王,1987年与郭达在杨氏春晚表演小品产房门前轰动全国,成为家喻户晓的孝星,之后还上过八次春晚。 杨磊除了表演小品,还会拍戏,主演过话剧《白雨》、《三幻新郎》、《龙飞风舞》等。 1997年和向正演员戴晓成结婚,那时戴晓成还默默无闻,而杨磊却非常出名,婚后两人非常温爱,然而2004年戴晓成却和他提出离婚,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。 原来戴晓成和后耀文两家离得很近,后耀文因常年在外演出,难得有空待在家里,夫妻感情转大,这给戴晓成创造了有利条件,一来二往就和他的妻子原因好上了,两人双双离婚,走到一起。 而据杨磊称原因当时还是他的好闺蜜。 离婚后的杨磊一度在娱乐圈消失十年,一个月之内就瘦了三十多斤,每天靠四片安眠药来入睡,李金斗说这样不行,再吃下去会变傻,送来几箱红酒,靠住这个红酒熬过了七、八年。 直到今年才处出,老得几乎没人能认出,如今他还是孤身一人。 曾和梁朝伟差不多是一对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的恋人,而那时他和刘嘉玲却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同穿连倒裤的闺蜜,两人在一起乌话不谈,谈恋爱的时候难免磕磕碰碰。 每次和梁朝伟闹了别扭,曾华倩就会跟闺蜜说,刘嘉玲就当两人和和是老。 可结果没把两人和好,却把梁朝伟和成自己老公。 其实,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提到小虎队都会记忆犹新,成员有吴奇隆,苏有鹏,陈志鹏等,那可是一代人的记忆,清新,自然,淳朴风格让人难忘。 小虎队中还有一个幽欢组合,一个叫幽幽,真名蔡宇伦,一个叫欢欢,于嘉慧。 在小虎除解散后,于嘉慧转战影视圈,在白发魔女中饰演何厄华,怀育公主中饰演成员。 1994年嫁给了台湾导演张孝正,生下一子一女,没多久张孝正就在外沾花惹草,又报道称因张孝正出轨蒋秦琴还被于嘉慧捉奸,导致两人离婚,而那时她和蒋秦琴适好到穿一条裤子的闺蜜。 2003年,离婚后的欢欢带着一双儿女与第二任丈夫江国斌完婚并育有一女,原本一位找到幸福的于嘉慧,在2009年再一次结束了这段婚姻,至此欢欢两段婚姻画下句号。 离婚后于嘉慧一度患上了抑郁症,成了压垮落挫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于2014年6月1日在家中烧炭自杀。 欢欢欢于嘉慧从小认定自己20岁要结婚,因为这样小孩20岁的时候,她还年轻,才40岁。 在她43岁的她却撒手人寰,大女儿20岁,只贪红颜薄命,命运捉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